若你不离开 我还能保护你 对不起 当年你还在南华的时候 谁还不知道洛阴凡 收了一个小徒弟 对他百般宠爱 他为你做的事情 时常震惊六见 堂堂洛阴凡 竟然会为一个小徒弟 如此这般疯狂 其实这些事情 你比谁都清楚 虽然大婚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我能看出来 少君你动摇了 其实 你一直想让洛阴凡 带你离开这里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我只是怕师父他一时冲动 这一切只是净化水月罢了 三天后午时 西春龙 从此世间 再无崇华先尊和紫后 唯有洛阴凡与崇子 崇子 恨所恨之人 也要珍惜爱你的人 我要走 你不拦着我吗 我阻拦你 你就会留下吗 你明知道 我一切都会听你的 天之邪 少君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你为了他抛弃了整个魔界 研制他未来会不会再背叛你 他不会 就算他不会 那其他人呢 那些自诩正义的先门中人 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崇华尊者 为了魔族而堕落吗 他们只会 用最狠毒的办法来拆散你们 就算你顶住了 那洛阴凡呢 到最后 你只会为了维护他而牺牲你自己 我说的对不对 明知这段感情 不得山中 却为何还要撞个头破血流 若你不离开 我还能保护你 天之贤 对不起 即便你说得对 我也要赌一把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的少君 你自由了 也请你 忘了我 我不会忘了你 无论何时何地 你永远都是我的少君 可我已经决定 把这里的一切都忘了 你还可以 你还不是我的少君子 你还能保护你 我还不能说 我还能保护你 我还能保护你